哈喽大家好 我是墨金哥阿姨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呢 连花巴士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这家位于东北部的丹宗多冠 连花巴士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们的点赞和订阅哦 我有很多朋友 中国同胞外国朋友过来 我们这边槟城 一定要想一想我的饮食企机 最重要的是食 我要吃什么东西 我要去买什么 东西来煮 特别是学生家庭主妇 有家庭的人 这个地方就是你每个星期 一定要到的地方 补一些货啦 食品啊 零食啊 等等都是你应该清楚的地方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看 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一看 这间巴士和外面的市场 我的是说巴沙 找市啊 他的价钱到底有分别吗 然后在这边买真的有便宜吗 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啊 最重要是那些家庭主妇或是学生最介意的价钱 那一般上我们都很喜欢去框一框 然后比较价钱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 你就不用花很多时间 你也可以找到他的答案了 这就是我做这视频的目的 所以也为大家省了很多时间 来我在槟城呢 住了非常多年 在外国 飘了也蛮多年 但是最终我还是非常喜欢槟城 槟城的道地食物啦 等等啊 生活啦 人情世故啊 这边的人是非常 友善 而且非常 有人情贵哦 最近很多朋友在问我 很多网红都很喜欢槟城 都很喜欢马来西亚 作为第二家园 为什么呢 到底槟城或是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呢 今天我作为槟城人 我漂洋过海到很多国家 还是最近回到槟城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 槟城比其他的城市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呢 槟城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 我在新加坡求学的时候呢 也觉得槟城还是比新加坡小 但是新加坡你说他大不大 说小不小 还是比槟城大小小 新加坡我住了将近十年 我在新加坡留学 然后工作 待在那边十年 我经历了一些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那时候是一九九十多年 很多中国同胞都到新加坡 然后申请了永久居民等等 那些故事我以后的视频呢 将跟大家一一说明 为什么很多中国朋友会到新加坡加拿大 我都见识了很多这些中国朋友 而且呢他们都可以在那边落地生根 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我接下来视频 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吗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了 来我们已经走进了这个莲花巴士 英文叫Lotus 这家公司呢 以前的名字就是叫Tesco 在Tanchong Doggong是最大间的巴士之一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来到这边买东西 还没有来过的朋友 还在外国的朋友 要应该了解这种湿地情况 你就要看到最后呢 今天我要带大家的不是买这些零食 不是买这些杂杂碎子 是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吃的东西 每个星期一定要吃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暂时卖个关子 到了你不是知道咯 来我们继续前进前进 这些卖鞋的啊 卖衣服的啊 教大家一句英语 You name it We have it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出来的item 他们都有啊 应有尽有的意思啊 You name it I have it 所以看我的播刀 你又学到英语了 何乐而不为呢 哎 跟大家见笑了 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来到马来西亚的 如果你来到槟城 你来到马来西亚 你必须把自己融入这个社会 有很多中国的朋友 或是外国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他们都很 worry 他们很担心 他们可以融入这个社会吗 我会讲他们的语言吗 他们是说马来文啊 我到底可以不可以 来到这边生活啊 这些孤立 这些孤立一定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看了 我们马来西亚一些 香港网红啊 中国网红啊 他们来到这边都没有这个些 worry 为什么呢 因为马来西亚是很多语言他们都会讲的哦 甚至有一些马来西亚朋友会讲华语啊 中文啊 客家话 福建话 有一些印度朋友 他都可以讲的很道地的客家话了 接下来的一些视频 我也答应了很多朋友 我要做啊 然后采访他们 为什么他可以讲的这么好啊 甚至我们一些本地的啊 小孩 本地的华人 都没有他们讲的这么道地的客家话 福建话啊 好接下去啊 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价钱呢 跟外面市场的价钱有分别吗 所以有一些item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追降一较紧的这个item呢 今天看有没有卖 我带大家过去看看 在这里中国的朋友有点难题了啊 如果会英文的就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我们的这些鱼啊 都是用马来文而写的 6块98 这些鱼6块99 都是用马来写 马来文填写的啊 或是英文 英文都没有问题 少了中文啊 没关系 这些就是路向随俗 这些鱼你看 它的价钱都不是非常贵 但是比起疫情之前呢 已经涨价了不少 这是Catfish Catfish就是我们的瓦锅啊 9块49 看到一个小妹妹呢 在那边等待他爸爸买鱼给他吃啦 这些是马来同胞啊 看到他们都包着那些都东啊 这些他们的服装 有他们马来传统的味道 看到我们这些大鱼大虾价钱呢 还可以 我们的主角 鸡腿 鸡腿多少钱 1块69 一只鸡脚1块69 所以你可以买了5只 大概不到10块钱 你就可以回去做大餐了 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L shape鸡腿 但是没有看到今天已经卖完了 或是有时候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找的 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些羊肉是进口的 看一下23块99 30块99 有些是从澳洲进口的 所以特别贵 1公斤39块9 这些我们就跳过了 等来接下来我们就看20块59 所以分不一样的部位 不一样的价钱 这些我们有时间的话 来框一框 比较好像无所谓 好我们就跳到这些蔬菜部 蔬菜部一叔叔 多少钱 值得买呢 看一下 非常的多 非常多人来先购 在这边我想告诉 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这边的蔬菜呢 价钱呢有时候会比市场上 贵一点点 有时候也非常的便宜 比市场的便宜了很多 为什么呢 这就是他们的市场策略 我们也不排除 在很多市场上有比他便宜很多的地方 基于一些商业的规则 我们也不一一的透露了 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呢 对这些价钱的非常敏感 我曾经看过Blockery 在切货的时候外面呢 卖了二三十块 这边只是卖了一个 两块多三块 所以它价钱呢分别非常大 看过去叔叔的香蕉 这些香蕉是具有抗氧的功能 吃的可以保持青春 所以每一天都要吃一点点 抗氧的东西不只是香蕉 2块多三块 三块 3块 3块 25块 20R on 2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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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pad 6 4 5 7 7 8 8 8 9 9 10 10 9 10 11 13 10 11 14 。 oh yeah so celebration Happy birthday 剛剛是跟韓國人說話 他在這邊購買一些東西給他孩子生日了 好今天我們的視頻就到這邊為止 下次我就把這個買了雞 製作炸雞的過程順便給大家一些食譜 然後你可以自己在家裡製作 我們下次見 拜拜謝謝你們的觀看